我再给你看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既没有财产的财 也没有才华的财 但我有一个长处 就是我好色 你知道吗 我好好色 好一切色 但是后来小时候就知道看好看的女人 现在我发现有更多好看的东西 比如说佛像 你看 你瞧瞧这个背的 这是唐代的菩萨坐像 你说美不美 咱不要说懂不懂 不懂的人外行 你说这美不美 这个腰枝 这个阴落 这个线条 张老师你瞧 这美不美 唐代的 原来应该是个纯丝铺下 这是维纳丝 那不是维纳丝吗 这不就是中国维纳丝吗 全在我家了 320块钱 全全三人行 广告折扣件 我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就是他们说你买一个iPhone手机 我讲的不是富人的话题 就是你讲一个iPhone手机 说是几千块钱 对吧 那么我说这个也几千块钱 这个北京故宫里是没有的 他享有也没有的 对吧 这是日本人印的 我要讲的话 就是这个机械复制时代 你知道这个复制 咱们的这个千载难逢的这个幸运 就是说几千年的古代人 多么有钱的人 你见不到的 你见不到啊 可是现在呢 说实在话 一个iPhone手机 那么和一个这个 而且他这个 你看啊 你看他这个盒子 这是宋徽宗的瑞鹤图 日本人印的吧 日本人印的 然后呢 他这个画啊 原本印在这个捐上 现在还印在捐上 老实讲 我这次去台北故宫 看那个富城山基图啊 我拿着放大镜 隔着玻璃窗 我仔细比对 我在家看那个富城山基图 这个日本人印的这个复制品啊 我看了两礼拜 然后我仔细比对 老实讲 介于主观客观之间的一点 你觉得哎呦 这是真的 那是复制的是吧 基本上咱们这种大老醋啊 看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更清楚 你的你看 印在捐上 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机械复制年代 你看 慢慢来 别紧张 太紧张了 你看咱们这个 这个宋徽宗画的 这个瑞鹤图 你要知道几千年 多少人出多少钱 他看一眼 他都看不到 今天的人这么样的容易 你看看他 他这个颜色 你 张老师 你瞧这个白鹤上面的 这个有点白粉 似乎他都印出来 我就给你讲 今天的这个复制 复制的技术 你看这是他的皇帝写的字 受金体 著名的 你看他这个 当然看电视只能是遭见了 是吧 就是说 但是你看他印的这个 这个这个印的捐上 我就跟你说 跟真的 近乎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也是我不赋予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 有这么一种 对 这不以前那个 好像是张爱玲 就有过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 人家觉得 你这么一个大作家 而且他是世家出身 就是很懂这些艺术 传统的 可是家里边 为什么就是 好像墙都是白的 然后他就是说过 类似这个话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 把它放在 都放在我的房子里呢 就是我去博物馆 他就是我的 在我去博物馆的那一刻 他就是我的 同样的 我觉得是 就是一定要把它买到手 这件事 只有某些人 是有这种欲望的 这是极少数人 我觉得这还是极少数的 大多数人是不会 不会讲的 当然有些 比如说人家水平高 人家较真儿的人 可能就是说 那没办法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 可是我觉得 今天的科学技术 不要悲观 他提供了 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你想 喝这么多的东西 你可以放在博物馆 给人民分享 你想想 已经有两层是以前的古代的是没有的 一个是博物馆这件事 对 没有 当然这我们是从西方学来的 这博物馆 以前都是要贵族家里面收藏 这些朋友 只有几个朋友能 风雅之士或者皇帝 好了 你在皇宫里面 那能有多少人看 对吧 这博物馆就是任何人 只要你买票都都可以看 对 然后就是复制 机器的复制 而且这个技术在接近 非常越来越精致 所以使得这个观看 观赏艺术的人群 一下扩大了 那就是多少万倍的扩大 没错 再有一个呢 我倒是觉得 这种东西就是 看你跟他的私人 你跟这个原作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的 又懂你又非常在意 非常珍惜 那我说实话 我还是觉得 你在家里看一个卷 它到底还是一个复制 复制再好 它没有那个质感 我还是更愿意到 博物馆去 面对那个原作 原来的尺寸 原来的质感 哪怕它上面 甚至我觉得 你这个仿制特别好的 我都感觉有点太好了 你明白吗 它怎么没有什么瑕疵呢 你进去看它平斩斩的 但是对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不那么珍惜 的东西 我就举个例子 正好带了一块表 这表按说应该是名牌的 但是它是假的 这是复制品 我又说这是朋友 送我的 我可能不应该说 这个朋友的名字 因为他是很懂这些表的 古董的 他知道表的所有的历史 哪家最好的表 什么名牌里面的机械 所以但是呢 我带的所有的表 已经有十多年 都是这一个朋友给我的 但是他就收藏复制的表 因为他说收复制的表的工艺 已经到了非常的高 就他给我讲的这些 你从这个表壳里边 外边打开机械什么 跟圆表一样啊 对 为什么 我并不在意 非得要带一个圆货的表 手表这件事 对我来说 比如说跟画 或者跟画 不一样的 没关系的 但我觉得它挺好看 没关系 所以说我过去说 很多人就像这个 本雅明你说 他们在研究 就说我们现在的视觉经验 都是这个复制 在此同时 你们照相术的发明 也让我们的复制技术 达到了一个历史上 最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 我们今天你说 你想象的 你看到的金字塔 卢浮宫 多少人是通过画 一个复制的东西 你得到的这个印象 不过这里面有一点 就是本雅明很强调一个东西 因为他强调我们的时代 因此也成了一个 灵光消逝的年代 他那个灵光 他原来用的就是aura 对 就比如说你艺术品 以前的艺术品 比如说所在深宫之中 大家看不到 听不见 可能你要有很好的运气 一辈子的时间 你才偶尔碰到 于是那时候 你看到那个艺术品 你看到的是 那个艺术品围绕一个神秘的 看不见的光阴 对不对 你觉得很感动 那么今天呢 由于复制品太多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原作呢 你也没有了这个灵光了 这个光也太容易了 你讲的特别好 这所谓的原作是什么呢 你讲的特别好 所以呢 这个下一拍回来啊 我给你看一组图示图像 咱就能说明灵光 没有了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那边 还是真正好 对啦 那么 我想 可以 我先看她 我先看她 然后 我先看她 看她 现在 这是什么 幻的 所以咱当这一大众传媒 我老就想 把一些事 怎么能用一种 谁都能明白的方法 让他能理解 能明白 就刚才文道讲的 作为灵光 我跟你讲一个词 他们看艺术品行家 你比如说艳品 真假 有的时候真的是乱真 你分不出来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经常会使用一个词叫气息 我觉得这是不是约略 也就是这种灵光 就是说气息不对 哪哪都一样 气息不对 什么叫气息 你像我们的外行 本来完全不懂 可是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 从建党伟业这来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没有一涵任何讽刺 我只是想说明艺术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是这演员演的都很卖力 这个咱们以前也讲过 你看看建党伟业 我发现他比建国大业选择演员的时候 都更注重了形似 你比如说陈坤 在建国大业里 蒋经国不那样 对吧 他没太管这个 但是在建党伟业里 真的 陈坤是有形似年轻的周恩来的 甚至包括刘烨 人家有意的都增一点肥 是我觉得包括李大钊 都是挺形似的 可是为什么 我就特别的觉得 这还是是谁还是谁 完全没关系 你就 我就用这个概念 来解释 我当我们看这个真品赝品 为什么行家经常讲气息 你一看这个图像 你就明白 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看一看 你看 他是形似的 你明白没有 但是他气息对吗 他气息不对 咱们就叫这张电影 你不能要求太高 你再看下一个 你再看 形是似的 长的是有点像的 但是哪不对呢 气息不对 那个民国 你看他那个时候的照片 有那个时候的气息 你看在下面 你看 很像 但是呢 为什么不是呢 气息不对 你再看 很像吗 吴彦祖和胡适 像不像 形狠似 可是 你绝不会认为 那个怎么就是胡适呢 那我 你再看 李大钊 我叫我个人的 也可能我是谬见了 我觉得跟袁照片 不是差在形 是差在气息 不稳 或者我觉得用两个字 你这一组 我感觉 就是一边是是 一边是做 就是两个区别 他试了 他就不用做了 我就是胡适 我不用做 我们可能尤其这个演员 工艺没到了一个 他要 甚至潜意识 可能都要觉得 我就是的时候 他才能忘记做 我们这个训练 可能又恰恰是一种 文艺腔的这种 要做戏 你这个戏要出来 从小学 我就知道 我女儿在唱小学 老师就说 你念课文 念的不对 为什么呢 你的语气不对 你应该更有语气 但是实际上 那个气是假的 越作越假 越作越假 就最后反而 他表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但我觉得永远也没法 跟珍珍一样 而且我们讲的说